嗯,师父,我想,请师父验证一个梦境,我就刚开始我想许愿清修嘛,然后那个,我就是做了一个梦,梦境就是,呃,是2020,然后务必1500,哦,1500张小房子,嗯,对,否则你会有结的,然后我在梦里头我还,嗯,是吧,我还算了,我说这一个月要念多少张呢,然后我在妈妈面前就许愿1500了,嗯, 嗯,要许的,1500,他说2020年帮你破,帮你削掉你的破灾呀,破日呀,听得懂吗,嗯,是,师父,我是,呃,那个2021年53三岁,哦,53岁应该是,一个结呀,你乖一点,你看看你有缘分,你现在呢,许清修的话呢,你最好是单身就比较好,如果你有先生的话,最好不要许,听得懂吗,嗯, 师父,我现在是这样,我就是,我自己一个人,我现在在领着小孩子,因为我过去因为邪淫这块,造了很多很多的业,然后脑子不清醒,你让心膜也比较重,我特别想许愿清修, 你如果要许愿清修的话,你如果一个人,我觉得你就可以,应该可以许的,因为你干净了之后啊,你的脑子啊,就不会有很多的烦恼了,因为你如果不许愿清修的话呢,你还是很脏啊,听得懂吗, 为什么法师他要到庙里去修呢,他就是清修呀,听得懂了吗,嗯,听得懂了,师父,我担心就是我心脑子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念头,我怕就是,没关系的,你是人呀,你是人呀,菩萨会原谅你的呀,只是说你不能自己原谅自己呀,听得懂吗, 是,是,是,师父,师父,然后,就是我有的时候,我感觉我身上有灵性,就是这个头啊,会动,嗯,就是感觉像身上像晃,晃一样,对啊,头会动的话,身上会像,就是,我们说脑,脑水体不平衡呀,脑水体不平衡呀,心中,心中有太多的焦虑呀,过滤啊,就是有压力呀,压力的人,他头会自然会晃, 是,是,师父,自言自语啦,这种都是一种毛病的呀,明白了吗,嗯,明白了,师父,还有师父,我过去不,那个就是,没,没学佛的时候,然后做出了事情,就是,请了那个,就是泰国的那个牌子,哦,那个时候,就是说,哎呀,你知道吗,师父,哎呀,我都后劳毁了,那个时候,那个是信佛的那个,那个老板,然后说什么, 所以他们很可怜,然后说,那你请回去,然后就是,可以就是做功德呀,回向给他们,他们也能就是,一起啊,修行,然后就能能受益什么的, 当时我是这个心理,然后结果就请牌,请完了,当时我的脑子就,就疯了,就晕了,对,然后就开始就不,就,不听使唤了,我天天,为这个事呢,师父,你都知道吗,我都,天天睡不好觉,然后就是,拖了四五年,这个一直都没好,你知道就好了,这种事情,所以不懂最容易闯祸, 哦,你懂了之后嘛,就不容易闯祸,你们过去没师父呀,谁跟你们讲啊,啊,是啊,师父,哎呦,终于找到师父了,我感觉师父不在身边,今天读白话佛法就是,能够让我就开悟很多,对,好好读,白话佛法非常好,非常好,明白了吗,嗯, 他们很多,很多弟子不在师父身边,就靠学习白话佛法的呀,明白了吗,是,我每天我都,我发现读了五千篇白话佛法,嗯,很好,乖一点了,啊,消业障,消邪淫,然后呢,慢慢的,自己呢,正信正念,对不对呀,啊,过去嘛,就过去了,过去也不能老,后悔呀,对不对呀,一个人现在干干净净,你就等于半个出家, 人了嘛,嗯,嗯,好吗,师父,那就是说,那个牌都送走了,就没有灵体了吧,我不知道,你要念,念经的呀,如果你现在,还有什么不舒服啦,或者做梦啦,那你还得念小房子,好吧,嗯,我现在每天在念,念那个就是学院的一千五百张小房子,那就可以了,